疫情期间履宿业者进入了低潮 不少从业人员因此转职 也得到了稳定的工作 但现在疫情稳定了 国履需求大爆发 却面临了缺工的问题 要想补上一个职缺 都至少要花费到半年以上的时间 来做真材 房屋人员铺好棉被整理床垫 细心打扫房间各个角落 准备迎接住宿旅客 疫情趋缓光光起飞 但却因为入住与退房时间有变化 引发议论 网友在脸书po文发问 在国内入住饭店被规定下午4点才能进房 隔天早上11点就得退房 使用旅馆时数被迫缩减 有什么想法 网友直摇头表示这样真的很赶 出来玩就是想要悠灾一点 会改定别间饭店 希望业者可以改成中午12点退房 才比较合理 民众一片哀怨 但业者也有苦衷 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缺工的原因 所以才导致说 我们需要留更多的作业时间 让我们的饭宴房路人员 能够准备好房间给客人 观光旅宿业缺工超过万人 不少原本从事旅宿业的人员 受到疫情冲击纷纷转行 观光业跟医疗业比起来 医疗业相较于稳定 游客大量回流的时候 他们也会怕说 我抛弃我现在稳定的工作 回来做这个 会不会再一次爆发疫情的时候 我又开始没工作 根据统计观光旅宿业 光是一个职位 就要花上半年 才能找到合适人选 求职人稀少 新人做不久 都让业者苦不堪言 平日可能会限缩 两层左右的房间 当我的房屋人力不够的时候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 去度过我平常人力不足的时间 饭店高阶主管 跳下第一线 打扫房间成为常态 业者只期盼 政府能协助处理 不足缺口 记者林千一学历 花联报导 麻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